6月7日,马天瑜在微博上晒出一个自己与助理的聊天截图,还配文称,就自己剪了一个头发遭各种嫌弃,原来是马天瑜自己剪的头发受到助理的嫌弃,聊天截图中马天瑜的助理说,哥,你下飞机还是戴个帽子吧,你的发型是糟糕的感觉。 马天瑜回复道,我就自己剪了个头发,你们为毛线要嫌弃,下面还发了一串再见的表情,语气搞笑,十分幽默,网友纷纷表示,没事咱们有颜值任性,悄悄地告诉你,我不嫌弃你,你高兴就好, 我还准备来个同款发型,哥,微信加一下我,我天天180度旋转花式吹爆你剪的头发。 近日有网友晒照,遇了正在欢乐鼓玩耍的马天瑜,招片中的马天瑜身穿白色短袖,戴配牛仔裤和小白鞋,整体装扮十分休闲放松,随后马天瑜本人在微博晒出凉身高的照片并配文, 周末回回之下,跑去凉了一下身高,大概三米吧,能做。 招片中马天瑜踮起脚尖站在测量板前面,画面还有点小可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